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了防止派出的人出现坚守自盗的情况 梁太后选这个护灵使者的时候 实行的一票否决制 首先把中原人给否决了 原因是中原人都不老实 不靠谱 把目标转向了边疆人身上 她觉得边疆人心善厚道 是护灵的最佳人选 梁太后采取了公开招聘的方式 在边疆人群当中招聘护灵使者 有三个条件 一是品德好 能做到洁身自爱 连洁奉公 二是武艺好 能够制服武装盗墓集团 能胆大心息 不惧鬼吹灯的枯燥生活 三是管理好 土木建筑工程 毕业的拥有优先权 能管好施工队 能把陵墓建造得富丽堂皇 让梁太后感到意外的是 招聘广告刚一下达 梁州武威俊就推荐了一个人才 梁太后高度重视 一考验 居然发现这个人全都符合三个条件 不由地发出感慨 踏破铁鞋无觅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这个人叫段炯 举笑脸 为人行侠仗义 饥饿如仇 他有一个绰号 叫做实权实美 这个段炯 拥有智孝 淳朴 友道 贤能 直言 独行 高洁 智直 清白 敦厚 这十大特点 也正是因为这样 梁太后立刻封段炯为县陵园成 让他全权负责汉顺帝陵园的修缮和治安 端炯上任之后 一边抓紧工程建设 保质保量地完成灵园的修缮 另一边大力开展扫黑除霸行动 肃清县陵周边的黑恶势力 这双管齐下 效果是看得见的 很快 灵园修缮的焕然一新 治安也取得了良好成效 梁太后对他赞不绝口 马上又给了他一项新任务 帮助年仅两岁的汉冲帝 预造新的荒陵 吃一欠掌一掷 汉顺帝让梁太后 吃了临时报佛脚的亏 这一次自然要未雨绸缪 考虑到洛阳城边的土地 确实金贵 于是汉冲帝的陵墓 选在汉顺帝的县陵内 二十倾的地呢 浪费也是白浪费 不如再见一个灵中灵 一来省得招来非议 二来例行节约 于是护陵使者段炯 又开始新一轮的工作了 正所谓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就在盗墓风波 告一段落的时候 边塞又起风云 首先是西北边 一直不安分的枪人 来了个第二次革命 三年前 也就是公元一百四十一年 当枪人第一次革命的时候 东汉政府派出平乱的 是征锡将军马贤 马贤带领着十万精兵西征 去使鸟提鸣 壮志凌云 归使花剑类 惨遭屠龙 马贤父子三人阵亡 十万大军就剩下几千人回来 这让枪人仿佛像黑夜当中 看到了光明 信心更足 野心更大 脚步也更快了 深入渭和平原 偷袭长安城 大有不可一世之气概 东汉政府为此 派出了很多大将评乱 但结果都是 无人能略 枪人齐鹰 时事遭英雄 这位英雄 就是护枪校尉赵冲 因为赵冲的出现 不可一世的枪人 在廉池败仗之后 终于发出了汉山义 汉赵家军男的感慨 于是选择了归隐 而此时汉朝的局势 每况愈下 枪人抓住这个时机 再度兴奉作拉 梁太后当仁不让地 派赵冲出马了 想让他再展凶风 可是呢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赵冲的手下 叫做赵冲 来了个胳膊肘 往外拐 盼投了枪人 手下干出这一等 大逆不道的事 赵冲很是窝火 立刻带领大军 去拦截马选 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 给天下人一个交代 可这个时候的马选 既然选择了一条道 走到黑 自然会有所防备 枪人早就派大军 前来接应他的到来 结果赵冲 火急火燎地赶来 找马选讨说法 遭遇马选和枪人 联手部下的谜局 最终全军覆没 赵冲 也来了个出师未结 身先死 尝试英雄 泪满金 马选和赵冲以同样的方式 以身殉国之后 东汉政府知道 光凭武力很难摆平枪人了 所以在硬得不行的情况下 选择了柔 用金钱美色等糖衣炮弹 让枪人退兵 以纳贡的方式 暂时稳住了贪婪的枪人 稳住了枪人 十拳在握的梁记 开始两耳不闻窗外事 一心只握手中拳 他利用手中的权力 铲除一己 培养亲信 再朝无恶不作 当真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 有个叫黄浦归的大臣 本着忧国忧民的原则 在梁难面前 打了梁记的小报告 委婉地劝梁太后 严加管束梁记 让她多行善事 少去游乐 不要做防疏之类的 结果梁太后 对她的小报告不以为然 淡淡地说了一句 我知道了 梁太后这算是 对黄浦归客气了 俗话说 子不教父之过 在梁太后这儿 那就是凶不仁 媚之错 可现在梁太后 那是国家掌握实权的一把手啊 黄救梁记 岂能是黄浦归这样的 无名小卒 可以亵渎和玷污的 因此 梁太后有意放了 心直口快的黄浦归一马 但是得知此事的梁记 知道之后 他却不干了 充分发挥了 他残暴的本性 对黄浦归进行了拍砖游戏 结果砸的黄浦归 是遍体鳞伤 出乎黄浦归意料的是 正当他还在活着的时候 傀儡皇帝刘炳 却来了个好死 雍家元年正月 即位不到半年的汉冲帝 死了 汉冲帝刘炳死的时候 还不到三岁 即位不到半年 果然对得起 他的嗜好当中的冲字 朝中很多大臣 甚至连他的面都没见过 发出恨不能相逢的感慨 其实就在汉冲帝刘炳 眼睛一闭不睁的这段时间 梁太后和梁济等梁氏集团 却正紧张地忙碌着 他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寻找新的太子 的确 此时汉安帝的骨肉 仅仅汉冲帝刘炳 这一脉相传而已 刘炳有个三长两短 那就只能从先帝庞系当中 选皇帝了 于是呢 梁济很快按照梁太后的要求 从众多诸侯王当中 选来了两位孝王子 他们都是汉章帝的宣孙 乐安夷王刘宠的孙子 一个是渤海孝王刘洪八岁的儿子 还有一个呢 是十八岁的清河王刘算 按理说刘算都成人了呀 梁济不会是脑残了吧 把他纳为候选人 一旦选上 那不是拆自己的台吗 事实上呢 梁济这么做 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刘算知数达理 才华横溢 办事老练果断 举止文雅有度 在宗亲当中是典型的后起之秀 享有很高的威望 梁济把他选为皇帝候选人 只是为了作秀的需要 只是为了独住天下众人之口 而八岁的刘转 才是梁太后和梁济 早就商量好的新皇帝了 果然 新皇帝的两位人选刚刚出炉 汉冲帝就挥了挥衣袖 带着鼻涕眼泪 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为了达到自己的期望和目的 梁太后决定重走长征路 学严太后当年的方法 对汉冲帝暂时不发丧 对此呢 太尉李固进行了坚决的反对 他说 君子乐于言而敏于行 汉冲帝虽然年幼 但也是天下名分 有天子之称啊 怎么能掩盖真相呢 前世不忘后世之师 当年秦始皇死于沙丘 先皇汉安帝驾崩 严太后密不发丧 结果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害人先害己 君子谈荡荡 小人长七七 为了避险 请太后速速发丧 那么 这个李固 究竟是什么来头呢 竟然敢如此不识实误 李固是汉中南正人 永元八年生于一个官僚家庭 他的父亲李台 常与河土洛书风兴之血 汉安帝时 做过太常司空 少帝时做过司徒 曾参与雍丽汉顺帝的谋划 因为有雍丽之功 被封为舍都侯 可出人意料的 他却婉言拒绝 理由是 臣本不易 不适当官 和他父亲的低调隐忍相比 李固表现得更为另类 首先是长相奇特 他的额头上 有像顶足一样突起的骨头 脚底下踏着龟状的吻 其次是心智奇特 他自少年时代起就胸有大志 虽说是一个贵族子弟 却毫无顽固子弟的习气 是个典型的五号学生 好读书 为了求得知识 他竟常不远千里 跋山涉水的寻访名师 研究学问 研究人生 二十号钻研 他的知识面广 上知天文下小地理 博古通金 三十号千许 在太学历 也从不因自己是大官员的子弟 而傲视通创 同学们跟他多年共学 都不知道他是朝廷大臣 李台的儿子 四十号结交 他结交四方有志之士 很多读书人慕名而向他求学 但他却做到了谈笑有轰炉 往来无白钉 所以很快他声名援波 京城的人给出了最高的评价 又出了一位理工 第五十号知相 他不急于功名 当时的私地校 为五次推举他做笑脸 一周次使又举他做冒财 他都没有答应和接受 有的官府连连召他去做官 他却脱病推却 他不愿意在学业未成之前 过早地踏入浣海 他虽然不急着去朝中做官 但他还是始终牵挂着国家大事 对于当时外齐宦官的专横造成的腐败 更是忧心忡忡 王刚实坠 善政不行 每每每想到这些 他心里就难以平静 到汉顺帝的时候 李固已经是三十而立了 是该参与朝政的时候了 永和年间 静州盗贼风起 好几年都平定不了 朝廷就任命 李固为荆州刺史 李固到任之后 派遣官吏 慰问境内 化解道寇之前 所挑起的争端 让他们改过自新 于是盗贼的首领 夏密等人聚集 其他的盗贼首领六百多人 自己捆绑着前来自首 李固都原谅了他们 放他们回去 让他们自己互相着急 开始威严法令 半年之间 其余的盗贼纷纷归降 荆州恢复了和平 他也很快 从荆州刺史 荣调到京城为大司农 那时候梁继的父亲梁商 实权在握 是朝中真正的摄政王 并精心培植梁家势力 原本一直淡泊名利的李固 这时候却追逐其权力来了 为国为民 臣之大者 饥饿如仇的他 如何看得惯外戚专权的局面呢 又如何能让这黑恶势力 一直把证着朝廷呢 为此 他一方面在勇于参与朝政的同时 另一方面力劝一些有识之士 不要畏惧黑暗势力 不要低头 不要退缩 要有信心 要有壮士断腕的气魄 对此 李固来了个投石问路 向汉顺帝提出聚集贤士的建议 理由是 气之轻者为神 人之轻者为贤 要想治理好天下 就必须得到才干之士的辅佐 汉顺帝很重视李固的建议 很快就批准了 大将军良商见状 也来了个顺水推舟 为了掩饰外戚专权的真相 对李固的举动 显得很配合的样子 可是呢 良商征兆的所谓天下名士 大多名不服使 有烂于充数之险 对此 李商却真抓实干 任人危险 尽召天下才俊之人 其中江夏的黄穷 最为李固所钦佩 于是他派人送了一封 聘用证书给黄穷 可是黄穷知道 这时候朝中已是一片黑暗 不愿意滩浑水 但又不好直接拒绝 只好回了一封书信 信中很简单明了 只有三个字 在路上 对此呢 李固为了打动黄穷 马上写了封信给他 分为三层意思 一是人生辱白菊过细 应该做一番济世安民的事 现在正是时候 第二 有史以来 清明政局少 混乱的时候多 唐一定要等 姚舜那样的圣君 有志之士 就永远没有做事的时机了 第三 兼职的东西容易断裂 洁白的容易玷污 阳春之曲虽然高雅 但贺的人少 名声大的人 很难做到名识相符 近来有些被朝廷征召来的人 不是名声太盛 就是纯道虚名 但愿先生深谋远虑 大战轰图 不负众望 李固言行一致 他对黄穹的要求 也正是自己所要身体力行的 对此 黄穹感动之余 不远千里进京微观 只为了李固的期盼 一到京城 经李固的极力推荐 黄穹就得到了仆叶的观止 为了达到聚集闲适的效果 李固聘用南洋的樊英 广汉的杨后 会计的贺纯 用大夫的礼仪接待他们 同时推荐了陈流的杨伦 河南的尹存 东平的王胆 陈国的河林 清河的房子等人 因而全国山野诱人 智树之势 无不振奋 乐意为国效力 四海信性归服于圣德 杨家二年 连续发生了地震 山崩 火灾等异常现象 朝廷为此很是惶恐 特下诏书 要求人们 执出时政弊端 提出良策 结果却是无人应征 对此呢 公卿大臣们 一致推举李固为出头鸟 前来献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参考虑